我多说一点自己 我其实在香港过来没多久 在忠神做了老师23年 我教宣教科 我在忠神的23年里 当中有11年的时间 跟我的丈夫莫超友回国退休 我们用这种方式 我丈夫莫超友今天为什么不来呢 因为她要在家里照顾孙 我们来到美国的原因 主要是为了孙 一个半孙就发出两个孙 大家都明白这个情况 其实我以前在香港没有想过要照顾孙 你生了你的时候是你的 但是我去到内地之后 她改变我的文化 在内地里 个人问我们在武汉昆明里居住的时候 你问这个人是孙孙 那样的 个人这样说的 因为在内地里面 祖父母站就是孙孙的 孙孙不是父母站 当然我也是文化差距 慢慢两个调整 那样的确是 我在想 我的确是对于我自己的儿子的成长 我欠了我妈 对吗 她真的在我家里居住 虽然我们有飞容之类的 但她的整个文化 特别是熟灵文化的分徒 是由一位婆婆天天对着她 她的敬虔是在那里传承过去的 因为我们经常忙 你知道香港人有多忙 忙到瘋了 我们哪有时间来跟她 给她时间呢 原来是靠婆婆 不可以 我都要回报给她 对不起她 现在我发觉原来做祖父母 臭孙也是很应该的 Anyway 讲多了 我们说要回国服务 就是在内地 是透过教会 当时做斯达基金会的 中国事工顾问 就是我丈夫莫超友 她就是透过教会 在一些资源比较缺乏的地方 做公益服务 如果你想要讲我们的故事 就很多了 我每年就在内地 就回到香港 就是终臣 用两个月的时间 就教密集火情 用这样来完成我终臣的责任 当然 当时的时候 有接受很多内地神学院 不同地方的邀请 真是走遍大江南北 去邀请做客席的 密集的律师 就走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机会可以慢慢 跟她分享我们的故事 就是我的名字 我的正式正见名叫莫辰永恩 我加了夫姓在上面 为何当时我加了夫姓呢 就是因为我和丈夫 就是在很多年前 我们结婚没多久 就去了斯里兰卡 我们发现 我们先去新加坡 再去斯里兰卡 特别在斯里兰卡里 那些人不明白 为何你丈夫姓莫 你姓陈 明白吗 他们完全不可以理解 我觉得我太多要解释的东西 当我去到一个 国际的范畴的时候 看到很多不同的国际 不同的地方人生 我发现 原来我的名字没有枯性 别人不知道 他们会和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那么曖昧 我就正式加了莫辰永恩 所以这些人 我叫我姓什么 我都不叫姓莫 我姓陈 姓莫辰 所以最好叫我永恩 永恩好 永恩老师好 永恩姐好 永恩妹好 什么都好 叫我永恩 这是最容易的 我就是福姓的原因 我为何来 斯里兰斯里兰卡 我来都没多久 但是和大家不熟悉的 就是因为我是去国语堂的 因为过去十几年 都是在国语人的世界生活 在国语堂我觉得舒服的 是的 我觉得感觉舒服的 所以 我现在很多时候说话 都发觉里面有些 国语的 就是普通话的操词 词汇 就是说不回 广东话是怎么说的 你明白吗 所以我是在国语堂的 我为何来指教里 tickets 我来成山丝 doe的 因为因为 Hans 我的儿子是在 Cross Point 在宇宙 geme fighting 但是在在 东西有人认识他 我今天自己在 指教里面 也在领导师 我希望我们会很忙 在家镭k 幫我孫子 跟這個地方來我家很接近 我住在Union City 另外我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應該不要嘆氣 我很欣慰 因為我們在超過半世紀之前 認識了招師母和招牧師 那時候在大學的時間 跟他們在一起 不是我主席木超友 在暫訊會團契裡 一起做了團友 那時候真的是少年人的時間 所以就很容易來到這個地方 我告訴你我們來到很久 所以我什麼都在學習 請大家指點我的迷津 請大家知道我怎樣生活 還有有什麼誤區 大家指點我 我真的要不斷學習 我發覺我學得越來越老越慢 很麻煩 很感謝招牧師的邀請 兩位牧師今天都不能出席 其實我兩位牧師都認識了超過半世紀 即是李牧師的小朋友的時間 我和他父親是同工 學生在這麼團契的時間 有些相遺症 大家知道 有相遺症 他在當中 很感恩和大家一起 我今天講提摩泰 提摩泰牧師 我稱之為 提摩泰後書 提摩泰牧師 這題目是要我講的 他給我的經文是多些的 但我發覺我處理不了這麼多經文 所以我把它剪裁了 都是有很多經文 我想講提摩泰牧師這個人 今個月是講人物 記得嗎? 我們講提摩泰 提摩泰牧師 他真是做牧師 所以就叫做提摩泰牧師 其實他正式來說 在中世的教會 才是提摩泰主教 因為他是第一個 他是創立的 現在所教會 所以他們稱為bishop 如果你看教會的歷史 就提摩泰主教 但主教不是我們的傳統 所以我提摩泰牧師 OK 大家看 第一節 就是講 我是保羅 奉神旨意 不如你讀好嗎? 我是保羅 奉神旨意 為了解地獄 我耶穌為生命的經驗 成為基督耶穌的使徒 我神愛你 是提摩泰 我願願寫信給你 如有意見 天文 平安 從父上 我和美的主 耶穌的祖道 我願願寫信給你 是的 有一個徒弟 叫提摩泰 我首先講講 到底提摩泰是甚麼人呢? 原來 世道行主已經說了 當時是怎樣說的? 他說 保羅到你突避這個地方 我再給大家提醒 又到了盧斯德 那裏有一個門徒 叫提摩泰 是一個信主的猶太夫人的兒子 他父親就是希臘人 這是雲血兒 大家都很明白 即是雲血兒 和盧斯德和以歌念的弟兄們 都稱讚他 那些名字 特備、盧斯德、盧斯德、盧歌念 是甚麼意思 大家看看 這是保羅的第二次報道旅程 第二次報道旅程 其實在講這三個地方 這裏有 沒有標準嗎? 不要緊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那三個地方 就是盧斯德、特備和盧歌念 其實是土耳其南邊的地方 即是現在土耳其南邊的地方 這三個地方 原來他說他是盧斯德人 但其實他父母也不是盧斯德人 父母也叫做希臘人 一個男父母是希臘人 母母是猶太人 兩個人不知何時的時間 同時去了盧斯德 又結婚 生了齊摩太人 明白嗎? 他的母母應該是游僑 他不是華僑 而是游僑 他的父母叫希僑 希臘人 他們都是僑居 我們大家都明白 甚麼叫僑居 就是 是少數民族 而且還混血 甚麼都不是那些 就是 甚麼都是 是嗎? 這是很特別的 提摩太 我先看看 他是一個僑居土耳其的混血兒 大家可以馬上找到 大概是 當中 你們都想到 哪一隻 僑居土耳其 肯定認識的 僑居 美國的混血兒 大巴 他很明星 他剛才看到 那裡就說 他很明星 人們都覺得他很好 人們都說這個人很好 他品德很好 有優良的淑寧傳統 因為他的母母 和他的外祖母 都是很敬虔的 信主的信徒 他是有幾代 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就是這樣 而 後來 我看到在《使徒行傳》 就是在剛才那章裡面 他就說 就是 寶萊看到 好啊 有個年輕人 有用啊 又這麼好 就拉他進去團隊 當中 跟著我走 跟著我冒險 這個人又很肯 寶萊邀請他 加入同工團隊 後來的時間 我們發覺 因為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解釋了提摩泰 提摩泰 因為寶萊很多時候 提摩泰 我知道 他可能是為人謹慎 又可以自卑 來向 所以寶萊說 不可叫人小看 你年輕 是不是 你 麻煩你 要站起來 因為你是領導 但他是比較柔弱 就是性格 而且 他很忠心 寶萊在不同的地方都說 他很忠心 他很明星 他有很好的品格 人人都知道 另一方面 他身體是弱一點的 他的胃口 又不清 寶萊說 他喝少許酒 那時候是補酒 可以好一點 清清胃口 為何是寶萊教他 在更多的情況下 我們估計 他是一個比較弱質的 但又很有忠心 比較溫柔的 一個這樣的 當時的稱之為少年人 那種少年人 我再解釋一下 OK 這就是 寶萊第二次孫雅旅程 看到 其實 從右看了 從右看 接著的線體 不如這樣 就是 土耳其地方 盧斯特 在那裏 撿了提摩泰 拿了他出去 接著一起 去到 比利亞的時間 寶萊已經可以先派他前行 可以留下他 換句話 走到比利亞 這個人可以相信 團隊當中 不用經常跟著大佬 跟著師父 就是可以這樣走 所以 寶萊 譬如他未去之前 派他先去 他 當時在比利亞的時候 那些人 反對他的時候 他要走 寶萊 留下他在那裏 明白嗎? 所以換句話 他很早 在很早期 已經能夠表達到 他其實是可以的 他是獨立的 做到事 跟著他們就去到 哥林多 在哥林多 其實是一個半月的 很長的時間 比較長的時間 不是一個年半 是一年半 一年半的時間 在哥林多 然後 再去到 以弗所 以弗所就是中間 那點 看到嗎? 回到土耳其 的西岸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土耳其西岸 中間那點 那中間那點呢 對不起 下次 如果真的有機會 下次 希望 不知道 我會將它 因為原來有Animation 我不知道原來 他們沒有幫他一個 擺出來 所以沒有那麼清楚 我其實是會動的 就是會看到 誰打誰 那就是 以弗所 就是他在那裏 停了三個月 我特別要講以弗所 以後是提摩泰 一個很長的時間 地方 所以他們開展 以弗所的教會 然後回到 後來回到耶路撒冷 OK 接著呢 第三次旅程 第三次旅程 看見保羅 是同樣的 和提摩泰出發 就去了 以弗所的地方 是早三年 保羅很少一個地方 這麼長的 他應該是參加最長的時間 一直是提摩泰和我一起的 即是保羅 在那裏 然後就有第三次旅程 我不再用心說 到後來 最後 保羅最後的旅程 就是由 耶路撒冷 被押戒到羅馬 兩點紅色的 看見嗎 當時 提摩泰是怎樣的呢 他有時和保羅一起去羅馬 保羅又會經常猜他去不同的地方 即是做信猜 因為他去坐牢 他沒有辦法猜他出去 另外一樣的事情 就是 在到最多的時間 保羅是猜了提摩泰 在以弗所的教會 即是長處在那裏 去牧養教會 所以我叫做提摩泰牧師 他不單是開放的教會 也是牧養教會 而提摩泰在那裏的時間 保羅是寫提摩泰前後書 也是那時寫的 OK 你看看 看看 保羅書信的年代 其實 如果看保羅的十三個書卷 其實提摩泰後書是最後一章 最後一章 即是臨死的 最後一章 在這裏寫 這是他寫的 死前最後的書信 你這樣看的時間 你更加明白 保羅想說的是甚麼 你明白嗎 他當時是坐牢 保羅大約六七至六八年的時候離開 即是有人說六八左右 他寫這封信 OK 好了 講回剛才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讀過的已經 我選擇還日本 日本是最新的 是環球新日本 即是聖經 我覺得這個日本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我試過幾次 我看他的翻譯 第一 他是很忠於原文的 他盡量靠近原文 但另一方面 都是比較現代的中文 你知道和合本 如果你看不習慣 特別你初初信耶穌 現在看和合本 我覺得他不知道說甚麼 明白嗎 他的文字太舊 用語太古舊 那環譯本 他真的會看得 他是很貼近原文 因為每個翻譯的原則不相似 但我覺得環譯本 特別是在《延經》 就像《延經》 環譯本我會推介 暫時我看到他的 真的相當不錯 OK 這要看的是 保羅和提摩泰的關係是怎樣 他說 我親愛的孩子提摩泰 真的 保羅沒有這樣說過任何其他人 大家知不知道 保羅不是每個人都說 你慶祝你兒子 你兒子不是這樣的 他不是很多個契仔 他真的是親愛的孩子提摩泰 然後說 我們一起讀這個 好嗎 第三節 當我 某 teu子 你不通睡 Okay 你 inner lies 又是 90geb 009 明月 我將我作時一樣 以正义想 Bak que 之意 我再一想給你的眼睛 保羅適時 他讓我ету得尊 多你 保佔我叛生喜樂 是 你看到這個時間 你其實保羅很掛念他的 我這兩個關係 大碧保羅在坐牢 他也知道這次可能不像上次 羅馬應該坐兩次牢 應該走不掉 他也差不多 心裏有預算 會在這裏死 所以他這樣做的時候 想想到你就快知道自己要走的時間 你最想的是什麼呢? 沒錯 真的 所以我們都想著時候差不多了 都要走來美國 除了孫之外 還想著差不多了 我的朋友 一個一個已經離開了 要跟我同班 這樣想著 很難說的 所以想著已經服侍了這麼久了 其實不捨得走 我不捨得離開中國 我不捨得離開香港 我不是 我現在慢慢開始要對美國有感情 大碧培育 但我是對我的兒子有感情的 是不是? 我只是一個兒子 那你怎麼選擇呢? 在同樣的寶羅的監位當中 當他知道自己快快不行 快快要離開 他寫信給誰呢? 提摩泰 是不是? 他最想見的提摩泰 希望見到 但我知道他沒有幾天見到 其實提摩泰 因為在希伯萊書第十三章 讓人知道 他也坐過牢 但沒有說到什麼時候坐牢 他出過牢 出過牢 所以這些我們不太清楚 大家都一起受過苦 所以一想起你的眼淚 換句話 他也知道提摩泰 辛苦 是不是? 大家做父母都知道 當你兒子哭的時候 不是小孩子 那些實行的 是成熟的人 哭的時候 你會怎樣呢?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當中那麼多父母 那麼多野野麻麻 好了 就是 寶羅書信當中提摩泰 其實 你發覺原來很厲害 提摩泰 在寶羅書信當中提到 有十三卷的書 這是寶羅寫的十三卷的書 有十卷提到提摩泰 是否厲害? 很厲害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有六卷書 和提摩泰合著 就是 我和大兄提摩泰 所有的關係很密 還有 他 說他猜他去到 哥林多 肥立比 貼薩羅尼加 爾弗塑 明白嗎? 所以 其實 這個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同工關係 OK 另一方面 他跟著關係 他如何提摩泰 提摩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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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 即是同工 信仰上的真孩子 這是不容易的 真是我的信仰上 因為他們不是血緣的關係 但是信仰上的真孩子 我不知道你有否 很感恩 我有 我有 另一個就是 一同為了福音的服侍主 就像兒子跟父親一樣 他們說到 提摩泰優良的品德 他一起來服侍主 閉了福音的服侍主 閉了福音的服侍主 像兒子跟父親一樣 這是很厲害的 他服侍 提摩泰 不單是 熟靈的信仰上的 信仰上的 是好 但另一方面 還要服侍 保羅 換句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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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提摩泰 是 當時的時間 寫肥立比書 保羅在牢裡 為甚麼 我說 其實他和保羅一起去過羅馬 分分鐘坐過一起坐牢 但就算他不是坐過牢 他是服侍保羅的 那些關係 我待會再多說一些方面 不簡單 接著到這次我們看的就是 我親愛的孩子提摩泰 OK 這個關係是很密切的關係 OK 那麼在這麼密切的關係之下 他說甚麼呢 保羅 你這麼密切的關係 又臨死了 喂 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我們要學了 好嗎 就是說 我幻想起你裡面 無偽的信心 信心首先住在你外祖 沒有羅爾和他 母親又離基的裡面 我深信也住在你裡面 這個是剛才我們說過的 他優良的 熟靈的傳統 OK 好了 說回這一段聖經 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 第六節到八節 我斬了中間有兩節 因為太多了 就十一到十四節 看不看到大家 後面的 有沒有 看到嗎 真的竟然 好啊 那不如讀吧 好啊 讀一次好嗎 為謝緣故 我提醒你 要從實現其實的恩恥 你恩恥在你裡面 此實值著我 十次求你給你 要知道 十次求我的性命 卻會使人憐憐 而會使人有能力 人愛 甚至在你 所以 這些人 在你 身邊 到 那 是 當 你 你 在你 你 才 你 要 從 你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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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用三個顏色 清晰地看三點 紫色的就是提醒 不知道大家有看英文的 都是三個顏色 這三個顏色是說什麼呢 一個提醒 兩個不要 藍色的就是不要 然後紅色的你兩個要 倒要 一提醒二不要 二要求 這是我的重點 我用英文版 一個提醒是什麼呢 我提醒你要重新燃起神的恩慈 換句話 我看到什麼呢 提摩太有恩慈 有什麼恩慈呢 至少在不同地方提過 譬如 他在提前已經說 不要忽略你裏面的恩慈 他是很有恩慈的人 很多才多藝 他說這恩慈是隨著長老團按手 值著先知信息賜給你的 這個恩慈不是隨便給人 真的給了你的 講到 這些書似乎在講的 起碼有宣讀聖經 宣讀聖經 在公眾場合宣讀聖經 勸勉和教導的恩慈 這些是他 提摩太特別有的恩慈 另外一件事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書會說什麼呢 第一 這些恩慈是從神而來的 這些恩慈不是說 你自己 你不要知道說 我厲害 我是厲害的 沒有辦法 學霸是學霸 有什麼特別呢 不是 不是這樣的 你錯了 你的IQ是神給你的 我做生意厲害的 神給你的恩慈是 我們知道 我們因慈是個個都不同的 因慈就是 譬如 我聽過 有人說 Pastor Gideon 李牧師可以上台講講 彈琴唱歌 還是自己作的歌 真的 嚇到我一跳 這些很厲害 這些 有些人多才多藝 真的 走得 吃得 玩得 都可以的 但有些人很專心 很專注 做一些事情 專注研究 一個小細胞 研究到最細微的 我哥哥 很厲害的 就是做一些很細小的事情 但專注得很軟 很入 這是不同的恩慈 你給我這樣的做法 我會瘋 這樣 是不是 因此 會和你的性格 神給你的 很多是神給你的 你知道 我不知道 譬如 剛才 阿偉 那些細節 有需要 我不知道 這是哪個大內總管 當然有些 我知道 有些人很厲害 做不同的事情 譬如 我認識 Auntie Elsa 我和她一起報道 知道 很厲害 她隨便拘捕 有人會聽她 整個福音 大人信耶穌 不是這樣的 這些從來不在我身上發生 很羨慕 這些 是恩慈 是神給 但不單是神給 直人而來人 按手在身上 這就是特別當時的提摩泰 在她的情況當中 他猜她出去 有人按手給她 猜她出去做傳導 但可能 從來沒有人按手給我 我哪有恩慈 不要這麼說 你知不知道 你的恩慈 第二 能夠得到發揮 是因為 有人去鼓勵你 從旁給你機會 讓你有機會 不斷地學習 不斷地提升 對不對 但問題 這些恩慈要持續 大家知道 你不是說 我有 這樣就可以了 我不用管 自然你給我 隨時可以站起來 去說話 是假的 你不去持續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你很快覺得 真的好像 生了瘦 那樣 什麼都不行 是不是 是要持續發展的 而你發覺 一件事 到這個地步 提摩泰 可能已經走到的地步 他很累 他覺得辛苦 大家明白 他跟寶羅 已經十幾二十年了 到了寶羅 臨走的時間 十幾二十年了 他已經很累 而且你知道 十幾二十年 不是在這裏 探世界的 十幾二十年了 很困難 十幾二十年了 他以前有的恩慈 可能到了寶羅 已經發覺 他有一些時候 已經開始慢慢 退後 慢慢不出聲 他本來可以教導 他可以逃避 我不知道 那些書 他沒有詳細說 但是 他就提醒 寶羅 提醒 提摩泰 就說 你是需要 去重新 延點你的恩慈 這件事 我就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什麼經歷 在教會當中 有很長的時間的話 可能你也有經歷的 累了 不想做了 做不了 這個我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就是很需要來這樣做的 因為你只要知道 你要不斷來做 因為你不做 就會沒有的 真的 你恩慈就會退後的 那你就說 不是那個退休 我不知道 有些人經常說 你什麼退而不休 但是我只是說 神 給我恩慈 我有機會 我就去用 用到我 沒有機會用 就不用了 很簡單 這是最簡單的 這個是我 跟大家說的 就是 恩慈是從神而來 還是絕人而來的 所以在一起去 培育 和互相來 配搭 才有恩慈出來 恩慈不是一個 你不能做超級星星 不是這樣的 你是要 直人 還要從人 然後 要持續 那裡我講一講 其實 提摩泰 就是他 說少年人 對不對 這次我才唯有去看看 當時提摩泰當時多少歲 我看過 其實 如果看早期教會的資料 提摩泰其實是97年 主後97年 當時是死於義乎所 當時他應該是80歲 如果計算一下 其實提摩泰後書的時間 如果大家心裡有數 67、98年的時間 97年的時候 30年前 其實他應該是接近50歲 為何還是少年人 我們經常覺得提摩泰少年人 他真的很少年 但其實他跟著保羅的時間 應該是20至30歲 跟著保羅是40至50歲 是這樣的時間 但保羅在提摩泰前後書都說少年人 有幾個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提摩泰 好像媽媽對兒子一樣 明白嗎? 他永遠都是兒子 永遠都覺得他為何這麼年輕 為何這麼年輕 那些年輕人這麼骯髒 那些年輕人 就是這樣的意思 無論他多少歲都好 你會覺得他年輕 這是一個可能性 當然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可能提摩泰 在當時的教會當中 還有在路斯特的教會當中 在一群遊僑的當中 他是屬於年輕的 那整群都是老人家 的時候 那你30多歲肯定是年輕的 就算到你40幾、50歲 都屬於年輕的 我不知道在座當中有多少 40幾、50歲 那你也是少年人 開心 我們也是少年人 可以繼續發展 我一個提醒 因此要持久 如果你仍是少年人 有排序 因此可以用很久 要持久 因此的問題 就是讓大家想一想 我說 神給你什麼恩賜 有哪些恩賜 是慢慢荒廢掉的 為什麼呢 這是你自己回去想想 好嗎 接著 到第七節 講到不要、不要 這裡講了兩個不要 第一個不要就是 不要為恥 不要當作羞恥的意思 這怎麼說呢 我就說 二不要 是不要為自己 為團隊 去見證座路 來害羞 害羞 害羞是害羞的意思 就是覺得很醜 覺得很見證 好像很醜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覺得 就是告訴別人 我相信耶穌很醜 不敢 不太看 不太好意識 去見證的時候 大家可以明白 在當時 在伊佛所的地方 就算 保羅 提摩太好 不同的地方 那些地方 基督教是絕對邊緣的 明白嗎 剛開始的 所以 它是會不容易的 我小時候 我十幾歲 在中學的時候 在中學的時候 其實當時 我的同學 那些信耶穌的時間 當時在香港 就是 都不敢告訴父母 被父母打的 明白嗎 不可以信的 你知道吧 背中半祖 我們去教會 是偷偷地去的 就算是 學校的團結 我們都是秘密的 當時的時間 在種種原因之下 我們都是秘密的 還要給老師和校長 趙建華 你們去哪裡 那時候 剛剛 暴動時間 你知道 在香港暴動 就是 怕那些小孩搞事 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 是 很害羞的 很不怕 很救 但很感恩 她這麼多年走過來 我媽媽 後來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她信耶穌 她寫的那個見證就說 我看到我的女兒 我教不定的 很難教的女兒 她信耶穌就去改變她 然後 她信耶穌 然後我賺了 為什麼呢 我媽媽上主 三十年之後 離開世界 在我三十年之內 她帶了很多很多很多人 幾十人信耶穌 栽培人 在那個家族裡 我自己 兄弟姊妹 數了數了 有二十多人信耶穌 都有媽媽的 與我無關 我覺得是感恩 明白嗎 感恩 我最初以為是羞愧的一件事 不敢說 很羞愧 不知如何跟她說 的見證 的時候 但是 神在背後 說不要怕 所以我第一時間 我就是很秘密 跟我媽媽說了 我說我是信耶穌 這樣 當時她不敢說 因為她也不敢說 給我爸爸 還有家人知道 當時的環境 大家都是拜神的 拜佛的 那你不裝香 那時候很大件事 知道嗎 這個就是 她說 不要覺得 害羞 不害羞 不要害羞 而你知道 提摩泰 除了見證 要害羞 之外 她最大的問題 是什麼 她 可能她自己坐牢 但是 特別是在 提摩泰 後書的時間 她的 大哥 或者她的 屬靈父親在坐牢 她是服侍在囚人士 大家知不知道 這是什麼一回事 不要為坐牢的人害羞 這件事 是很不簡單的 所以寶羅說 我都不以這個 為福音為恥 即是我都不怕 我都不以福為福音 受苦為恥 寶羅說 我都不害羞 我自己坐牢 我都不怕 我都不怕臭 你不要害羞 所以 寶羅是以身作則 寶羅 不膽怯 又不害羞 又怨受苦 這些全部都是寶羅的榜樣 有一個屬靈爸爸 在這裏 我想跟大家說一些故事 八五屆 十一年前的 港九陪寧延經會 大家聽到沒有 港九陪寧延經會 港九陪寧延經會 很出名的 每一年 在八月的時間 香港的教會 很大型的陪寧延經大會 大家在香港 是一個很重要的 全港一起的 教會做的城市 我想大家為何看這件事 就是在這裏 十一年前 即三年 最右邊的港元 叫做 廢蘭道 Dr.Edge Fernando 大家可以看到 最新的公仔 而且 今年的八月 他再去 再被邀請 你要明白 港九陪寧延經大會 邀請外國人是不多的 有 但不多的 但Edge Fernando 被邀請第二次過去 即是說的話 那些人覺得 好聽 對不對 Dr.Edge Fernando 我認識她 是在八零年代 當時的時間 我和我丈夫 去了斯里蘭卡宣教 我們先向新加坡讀神學 後來就轉去斯里蘭卡 做宣教士 我們就是和她一起 來做童工的 她是青年龜珠協會 Youth for Christ 一個這樣的機構 來做當時的總幹事 Edge Fernando 其實她帶我們 她帶我們兩年 她是總幹事 我們在下面 跟她們做事 她在不同的地方 傳揚福音 她寫了很多的書 她的書 最少有六本 翻譯成中文 即是一個 不是西方的作家 是第三世界的作家 未能翻譯法 不簡單 有人看到她寫的意思 她寫過六本書 當中 有三本 我幫她寫罪 所以如果你看這本書 那個罪是我寫的 這本書我最喜歡 很喜歡的是 她說 The call to joy and pain 她說迎向金虎的服侍 The call to joy and pain 她說到 我們被呼召 其實是金虎與共的 不只是我們說 信耶穌就真是開心 你福樂無窮 你發落 不只是這樣的 是 是 是可以很歡樂 但這方面 都是去受苦的 她是一個 真是實踐型的人 當時我們在斯蘭卡 我們是1984年的時候去的 1983年剛開始 發生了很重要的種族暴動 大家知不知道 斯蘭卡 泰米爾之父聽過沒有? Tamiel Tigers 泰米爾之父 你聽過 自殺式炸彈 聽過沒有? 是他們發熱不明的 找一個 很瘦的女生 穿了衣服 他們把炸彈綁在身上 去到一個領袖面前 腐伏 大吻他們的腳 你知道他們 最高的 和一個領導的見面禮 腐伏 吻他們的腳 然後引爆炸彈 印度有個總理 叫做 Rajif Gandhi 大家聽到 有人知道 就是這樣死的 就是泰米爾之父 殺死他 OK 我們在那個時候 在斯蘭卡 你也知道我們 傻傻的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結果 去到我們 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那麼嚴重 就是在那段時間 因為他們兩個大的種族 一個是Singhalis 就是 辛加羅族 一個叫Tamiel 就是泰米爾族 兩個種族的鬥爭 泰米爾族是 游擊隊 就是 那些恐怖分子 大家知道他們為何恐怖活動 就是因為政府恐怖行動 大家知道明白 是很複雜的 他們那個 有一次 有一個同工 因為我們做青年龜主協會 是很慘的 做青年人 你知道 就是被人盯緊 東部被人抓了 被政府軍抓了 你抓了之後 完全不需要提堂 不需要審訊 就關注你了 還有你可能隨時死了 沒有人知道 那一天 他們一收到消息 說某某同工在東部 東岸被人抓了 我們在首都火輪坡 在西部 在西南部 然後 Arjit Fernando 和兩個同工 一直 從那裡開車 那時的車很難走 山路不容易走 不像這裡的高速公路 一直走 走到東岸 從西南 走到東北 然後在那裡 營救這個同工 跟他說 他是我們的同工 他不是做什麼恐怖活動 那些青年人 有信耶穌 是一個信仰群 完全講信仰 不是搞政治的 明白嗎 然後把他帶回來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留夜吐谷 內匯兩個時間 但他是這樣出去的 你知道路途當中看到什麼嗎 哇 很快就有個關卡 那些軍隊的關卡 你有沒有見過AK47 真的 我見過很多 那些軍隊的關卡 政府的關卡 就是AK47 這樣指著你的 他不是這樣的 這一個 就是 服侍在囚人士 的見證 這是成功的 那一次 那一次 我很記得那一次 真的 大家只是那種掛心 因為可能分分鐘 三個都沒有了 然後 後來又另一個同工 就是可倫波 在Klumbo 那個地方 柯倫波 來到他 在那裡坐牢 又是泰米爾 又是被人抓了坐牢 他就是 天天去警察局 然後問 到底他的同工是怎樣的樣子 天天去問 直到那個警官 即是警察局局局長說 你要小心 你這樣問的時候 你這樣做法 對於你和你一家 的後果是甚麼 你不要以為你後台夠厲害 這個AK47 後台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的父母是 前任高官 雖然如此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做法 是甚麼意思 但他不停的 天天去問 不過這就不成功了 就是他結果那個同工 是一年多 一年半的牢 不過另一方面 這個故事又再扭轉 就是他那個同工 帶著很多人信耶穌 在牢裡 太多故事 就說不及了 我又再看看 糟了 我快點快點 對不起 我一說就 好 接著 要是怎樣 你不可以覺得醜 你不可以覺得醜 怎樣呢 他是倒搖 倒搖是甚麼 有兩個要求 同受苦難 堅守善道 一起同受苦 但堅守善道 這兩個要求 首先 說同受苦難 其實我們明白 同受苦難 這一個東西 是不容易 但其實是 信仰的一部分 我們看看 其實 提摩泰 跟隨寶羅 面對甚麼困苦 黑女生 崩崩崩崩崩崩崩 大家都知道 不容易 你走來走去的時候 我過去在國內 特別走得很厲害 經常都要去 不同的地方 很辛苦 服侍囚犯 坐牢收屎 剛才說了 我自己在內地 都有機會 有同工 是坐牢的 數碗都不少 教會外面有迫白 大家都明白 OK 因為 你是邊緣 迫白你 教會裏面 最壞的 還有假道理 惡影響 毒影響 惡爭論 這樣才慘 看《以律所書》 你所說的 我真的很慘 原來是這麼慘 外面已經壓得這麼辛苦 你裏面不要搞 不要打 那些人還打 還爭 還爭 這裏全部都是 所書裡面說出來的 《提摩泰》 《提摩泰》 前後書裡面說的 這次和眾叛親離 同工生病 寶羅說 這裏眾人都離棄了我 他們都不算離棄 你坐牢 我才叫你到 我想想我兒女 對嗎 但這是正常的 所以這不是很真實的 當時 我不知道 當時讀《提摩泰》 我沒有想過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經常都在 很安穩的環境中 你會想到 原來她說的話 在後面是什麼意思 好 有同工生病 大家不詳細說 所以我說 要怎樣呢 第一 你要堅守從我借女聽到的 又要守護了 教託你的善道 靠主 靠聖靈 守道 這是唯一最好的 老實說 你有什麼辦法 這麼多困難 最後就是 你守道 你走 這個路是正的 你走這個窄路 你選擇它 好 這是最簡單的總結 一起讀好嗎 因此要持久 見證錯 不怕醜 要承受 善道要堅守 這就是 一個不要 兩個要求 還有 對不起 一個 一個提醒 一個提醒 兩個的不要 兩個的要求 很簡單的 用這三點去總結 我們再讀一次 因此要持久 見證坐牢 不怕醜 苦難要承受 善道要堅守 最後的時間 保羅在第六七、六八年的時候 離世 三十年之後 她的親愛的兒子 八十歲的提摩太 在伊斯佛索順道 她也是不得好死 但是我覺得順道不怕 快死的原因 是不是 你癌症死 你以為你好好嗎 順道死 我覺得 無所謂 快 今天 你願意堅守善道 勇往直前 承擔見證基督的代價 我今天所說的很沉重 對不起 久了一點 不過 求助幫助 要等著 還能夠 勇往直至